本集设计家将带您探索新古典居宅 如何完满定制一家六口的各自爱好 就像沙巴背墙的左右两侧 或者电视墙的左右两侧 我们都带进这样菱形的与会 炫耐优雅的空间色彩 完全是符合我心中 比应该要有的颜色 因应居住人口变化的技能妙招 把底下的床拉开来 就可以很轻松地使用这样的空间 彰显高尚品味的顶级卧房 我觉得整体的空间让我觉得 很优雅很有气质 欢迎收看设计家TV 我们将带您了解珠黄石设计师 让大小屋主为家骄傲的梦后设计秘密 珠黄石总监认为新古典 是每个世代的经典 有法式的浪漫 有英式的奢华 有意识的人文 把每个世代之罪融入其中 各个元素催炼出永恒的优雅 这样的优雅没有流行 而且俊勇 希望为业主打造的 是一种生活的感受与场景 在每个璨璨的时代春桌 每次来看黄石设计师的古典美斋 都会忍不住想象 住在这里的一家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 先请黄石介绍一下屋主吧 这一次的屋主呢 他们是一家五口 他们是一对夫妻 然后事业有成 然后算是换屋 然后这次买了这个房子 希望说能够让家人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底下一个姐姐 两个弟弟 所以一家五口使用这个空间 屋主给你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像最传统的台湾人的感觉 就可以形容他们 第一个很热情 然后很直爽 设计的细节 他们几乎从头到尾 没有做过任何的更动 只对一些需求的部分 做一些微调 那特别他们有一些 风水的机会等等之类的 其实我们当初 换了很多间设计师 然后在很绝望的时候呢 妈妈就偶然看到 设计师的作品在节目上 然后她就想说试试看看 没有想到设计师很巧的 就是跟我们住同一个社区 然后工作室在这个社区的附近 那妈妈就想说 那我们打电话试试看看 就开始一连串的讨论啊沟通啊这样子 就开始我们的 就是新家的旅程 那其实我们对设计完全是 可以说没有概念 大概从设计师的电话中 有大概知道 所以我们想要的感觉 应该是新古典风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真的对这些不太了解 那我们就全权地放心交给 皇室设计师这样子 那这一次听起来 居住的人口数是比较多 在平面上你怎么帮他们规划呢 室内的话大概有四十五平 那因为他们一家有五口 需要至少一二三四 四个房间来做使用 客厅餐厅 我们尽量让它是开放的 然后包含说 它原始的餐厅跟厨房 也是开放的 但是因为传统台湾人 烹调的习惯 可能会有油烟的问题 所以我帮它隔了一道墙 但是在那拉门的中间 我们做一些隐隐约约的穿透 那透过喷沙跟流青的玻璃之间 让它的光可以纳进去 皇室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新古典风当中 可以变化出千变万化的样貌 这一次的新古典 你帮它挑选了一些什么重点 其实每次的新古典 我们都想做一些 与众不同的发挥 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 还是我们环绕了两个字 就是优雅 我希望我们的古典 是从优雅的质感里面 散发出来 然后我们在从观察屋主 以它给我们的形象 我们做一些延展 我们在每个空间 做一些不同的语惠 以公共空间来讲的话 我有做了一些大量的 菱形的切割的纹路 就像沙巴背墙的左右两侧 或者电视墙的左右两侧 我们都带进这样菱形的语惠 我们是希望说把菱形 这样英文diamond的形状 那谐音也有一些 很赚钱的意思 那我们是把这样的意象 带给屋主 跟发想出来跟他沟通 因为他们做生意 就希望说 当然就是有好兆头 那这样的语惠 设计在这样的空间 第一个很有视觉的感觉 再来也有很好的意象 这一次在颜色方面 我也注意到了 因为一般黄石选的颜色 都比较稍微淡雅一点 但这一次的颜色 它的饱和度很高 然后彩度也很强 很少看到你选择这样的色彩 像这一次的选择颜色 我觉得也跟屋主个性有关 其实他们的接受度很高 它这个很特别的颜色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孔雀蓝 把我们的白色称出来 非常对比 然后它的蓝又 我觉得很深邃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神秘感 但其实你观察它 你会觉得用色很大胆 形塑出来的空间感 是很漂亮的 一开始爸爸妈妈 他们也是想说 这个颜色真的好吗 这样子 那他也给我们看过 他设计的案子 然后颜色的呈现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放一百万个心 给设计师 对 请他就是 OK 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出来的话就是非常 完全是符合我心中 该要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它就像是黄石说的 有神秘 优雅 然后又是强度很高的一种色彩 特别是在我们的客厅当中 我觉得搭的这一块大理石墙面 让墙面很突出 对 这一块电视墙 其实也是很特别 那这个仿古面的石材 让这个石材表面布满了原始 凹凸的一些立体的纹理 然后这一颗石头 非常漂亮的地方在于 它里面有一些细微的结晶 透过灯光它会发出折射 那闪耀出来 就像我们黄金一样的形状 它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这样黄金的形状 做一个结合 光是在客厅呢 就透过色彩 可以感受到屋主他们的热情 我相信等下在不同的领域 不管是餐厅啊 或者是在房间 更可以透过黄石的设计 更加认识屋主他们 参观黄石的作品呢 我发现餐厅是一个 绝对不可以错过的焦点 因为每次在餐厅的设计上面 都会给它一个 非常漂亮的主墙面 先讲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案子 本来是没有餐厅空间的 本来的空间呢 它是餐厅跟客厅 是一个开放的大空间 那我们利用天花的场域 做一些分割 把客厅的区块 跟餐厅的区块 做一个区隔 然后餐厅的吊灯 也是一个视觉的重点 我们从客厅 看到餐厅这一个面向 借由吊灯看到 餐厅的这个主视觉的墙面 它的左右两侧呢 有对称的柜体的 林格文的造型 其实其中一侧 它是原始的 建商在做的柱子 那我们在另外一侧 把它形塑出 同样一个空间的尺度 来做成一个柜体 那它就可以当作一些 大型的收纳的地方 家里很多一些 比如说像电风扇 吸尘器之类的 一些大型收纳 哇 所以这个顶天立地 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柜体 真的让屋主 多了一个很棒的 收纳空间耶 那我们的餐厅 除了这个视觉焦点之外 一定会被黄石背后的 这一面主墙吸引 每次我发现 你在餐厅当中 都会有一个 很漂亮的亮点 就是这一面主墙 侧边的部分呢 我们也把一些 实用的柜体的收纳 跟展示做在侧边 特别是中间的 这个红酒柜 是我自己想出来 我觉得做出来 造型是我很满意的 它像一个V字形的形状 那红酒在摆放的时候 我觉得再搭配上灯光 本身就会增添很多的美感 我想每一个换屋的屋主 无非都是希望有更大的空间 然后更享受的生活 在这里呢我已经可以想象 屋主一家五口坐在这边 很自在很舒服地享用 早餐午餐晚餐那种幸福的模样 从屋主期待的平面图规划 到精湛的定制家具陈设 珠黄石设计师总是多一份 对生活感受的细腻体察 而对于卧房的设计 珠黄石则尊重主人想法 精湿沟通选配最佳色彩 格格房一米灰色润式书爽气息 书柜彩画框线板造型 更符合台灯机能 达到净化桌面效果 另一侧姐姐房则铺成薄荷绿 营造姐姐最爱的度假风 我还记得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的房间想要有度假风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氛围 带进她的房间里面 利用这样的薄荷绿 有一个很清新的感觉 那她的房间里面 我们设计的一个角落 那我希望她跟朋友在那边 聊天 谈心的时候 可以很舒适地 很放松在那个场域这样享受着 其实当初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颜色可以呈现得这么好 我其实当下在选的时候 我一直询问说 这应该不会看起来太幼稚吧 不会太像男生吧这样子 那黄石设计师也是跟我说 你放心 不用担心 一定可以的这样子 那呈现我也是非常满意 这一间男孩房 我们选的是一个淡淡的灰色 那她可能常常有亲戚 会在这边久住比较长的时间 那我就推荐他们用子母床的形式 来满足他们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平时如果说真的有人 要在那边做使用的时候 从底下像抽屉一样 把底下的床拉开来 就可以很轻松地使用这样的空间 这个乳性色搭配上雾面的黑色框边 我觉得整体的空间让我觉得很优雅 很有气质 其实像这次的配色呢 我们的发想就是来自于Coco Chanel女士 那我想她就是优雅的代表 60年代或70年代很经典的配色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经典的配色 带给屋主 让她有这种氛围在这个主卧里面 这次也在主卧室里面看到一个比较少见的配置 很完整的书桌 这是屋主特别要求的吗 对 因为他常常会需要把工作带回家 那就会需要说不希望打扰到其他家人 所以他们在主卧里面呢 有需要一张书桌这样的需求 那这边的柜子呢 我们把整个卧室的与会融会贯通 透过刚才的信射为基底 我们用线板在门片上做了黑色的线条 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勾勒出一些视觉的焦点 那强化这个视觉的空间 让这整个空间呢 都感觉到很协调又优雅 像这样子简单优雅的线板跟色调的配置 在我们床头背板也呈现了淋漓尽致 而且我们又看到菱形的格纹与会 对 这个菱形的格纹与会 我们当然是从公共空间可以带进来 那我们藉由这样菱格的一些与会呢 可以把公共空间跟主卧做一个连结 那除了说像这样菱格纹的连结 我们这次定制家具的部分 看我们床头的这个绷布的感觉 带一些优雅的线条 那利用一些银色的卯钉 把它的奢华度带出来 那左右两侧的床头柜 也是定制的家具 搭配这一次我们的杏色跟黑色的感觉 希望说让这个空间看起来优雅之余 也有一些实用的机能 我很喜欢你在材质跟亮面雾面之间 一些小小的细节跟反差 但是它都会让整个空间的层次更丰富 我想每个幻屋的屋主 都是希望可以过更从容 更优雅 更享受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皇室设计师呢 再一次地赋予新古典风时尚优雅的面貌 以后呢在这个空间屋主一家人 就可以过着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跟朋友开始讲的时候 他也都很期待 就说到底你家什么时候会好 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边做 然后边吸收 不管是设计师安排的工班啊 或是设计师的助理啊 或设计师本人 他们蛮专注在跟业主的沟通 所以其实不会觉得就是 有一点点歪掉或是什么样 甚至有时候快歪掉的时候呢 皇室设计师就帮我们拉回来 就说OK我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 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 对 直到现在就是看完整个 完整的样子之后 就觉得很像从一部电影 就是走出来的感觉 只能说非常感谢皇室设计师 对 这一次的案子其实很特别是 屋主他们给我们一种 很开朗的感觉 那这一家人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的是 他们会互相讨论 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家人的情感是非常凝聚 有时候在家人在一起也听到他们会斗嘴啊等等之类 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出自于对这个家的期待 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新古典的案子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独特的味道带出来 我觉得贯穿那两个字就是优雅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优雅的感觉去散发出他的气质出来 那我觉得我只是透过我们观察客户的眼光 那希望让他们把优雅的这种感觉带进他的屋子里面 透过我的眼睛去帮他设想说他未来的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轮廓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屋主走进优雅的场域里面 生活是热情 想象与变化 在这个案例中 屋主一家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设计师 而橘黄石设计师也能大胆地回应这份期待 用专业视角看见屋主生活的需要 细细编织出独一五二的新古典氛围 终于满足一家六口的家园心愿 想看更多中黄石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